作曲我已經肯定會做到死為止 因為它對我來說好像呼吸 我是傅瑩琪 我是藝術家和音樂製作人 我想我是用足20多年去發展 成為今天的自己 我想讀音樂、科學 這類的東西 但家裡也不太坦白 終於選了律師的路 做了幾年的全面的律師 但其實我很快已經知道自己 是不可以繼續在那邊 就是因為我問自己 如果我現在不退休 當時是20多歲 我在50歲後會否後悔 我的答案就是我會後悔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決定 律師不是最賺錢的 我會覺得如果真的想賺錢 我就應該炒股票和炒地產 我全部都沒有選擇 我選擇做音樂 是因為我最喜歡 這是最簡單的 如果我想要賺錢 我真的不會做音樂 不是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賺不到錢 而是我覺得錯了 多一個優點 我覺得 作曲呢 我已經肯定 我會做到死為止 我都會做的 因為它是一樣 對我來說好像呼吸 這麼自然 人生之中有一段時間 是真的寫不到 我想是由2006年至2010年左右 也有四五年時間 其實真的不太寫到 兒子出了一輩子後 當然很努力地成為一個媽媽 所以頭兩年都是很忙 但是到了他兩歲之後 其實就發現了他有自閉症 真的跌入了一個心淵的 你不會再有希望 你不可以再寄望在這個小朋友身上 這個社會會這樣看 所以其實當時的心情就是 我要學習每一天 如何在沒有希望裡面 去找希望 創作不了 我想是其中一個副作用 我當時不想告訴別人 因為我不想令別人誤解我的小朋友 但是到了有一天 我得到一位好朋友 他很真誠地跟我說 他說你是不是想兒子 在殘忍之下長大 這個是完全一言驚醒 但是他說如果我不將他的情況 我不願意將他分享給別人 其實是因為 I feel shameful about it 究竟一個父母 他不想讓人知道 他小朋友有不同類型的問題 究竟是因為他真的 care about 那個小朋友 還是care about 他自己 我真心問過自己這些問題 而我答案是 我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應該願意 去跟別人分享 願意去 seek help 我很記得我帶著這個 想和別人說這個情況的問題 和我當時是 是to be our音樂會監製的看家 准事實在說 我說因為我很想 送一個禮物給自己 我終於覺得 開始走得開 離得開這個狀態 我可以開始接受 我的小朋友 於是我在2011年的時候 我就做一個show 我當時的音樂會 叫做奉詠奇的第二天 因為永遠你覺得第一天 都會做excitement 但是是否代表第二天就沒有呢 你是不是都可以 第二天起身的時候 咦 我第二天 我第二天都可以有 令你做excitement 其實由那時候開始 我真正正可以打開下個 chapter 就是我開始學習做一個更 authentic的自己 我想成長到現在 一直都在困難 如何做到這兩件事 所謂做自己 和修復家給你的各樣的身份 我想都是一個 做人的尋找的一部分 在這個人生階段 我仍然覺得 其實《斥速》這首歌 是挺說到我自己 因為我覺得 原來人生就是不停地走 其實有時候你不會 或者你永遠都不會知道對與錯 你只可以每一次 你去到路口問一個問題 你就會很忠誠地回答自己 你要找回自己裏面的聲音 告訴你 你事實上是一個什麼人 或者你已經成為了一個什麼人 其實在這個尋找的過程 就是你不停地 再容許自己去看見 去聽見的時候 再才去決定走那條什麼路 其實最後去到哪裡 都是你走出來的 這個就是我在大概兩年前 做的一個Vision Board 當時是疫情 因為當時我有一個很大的迷思 就是因為我除了創作 我還有做很多其他身份 覺得很需要有一些方向給自己 我很想自己回歸一個創作者 我要提醒自己我是一個創作者 所以我要用她自己的創作者 我才可以有這樣的能量 去成為一個我更想成為的人 有些人就開始說 Vicky寫的一些東西 不是我流行的 即是不流行的 但其實我又覺得很奇怪 其實我從來都是在pop music 做 叫做屬於流行的邊皮 可以這樣說 我很樂於在那個階段游走 那條邊游走 然後有時候又會 有些人會覺得 你好像藝術家 那我就說 不是 但我一流行的界別 那些人就覺得我是藝術家 我去到藝術界別 那些人又覺得我是pop的 所以永遠是這個boundary 不是 What if我們拿著這個特質 反正那些人都會覺得 我做的事情是off off的 那不如試試把流行的元素 放入社區 其實是一件什麼事呢 會不會是社區的 或者有社會價值的音樂 都是可以流行的呢 就算它不流行起來 它也會有更多人聽到 可以大家去交流一些社會上的價值 其實就是這樣慢慢去找 如果我不是在我生命裏面 遇到一些我認為當時是一些 disapproval或者objection的事情 我回應的力度不一樣 我選擇的東西都會不一樣 我為什麼去質疑很多 是否一定要這樣做 這樣的事情 就是包括流行曲是否要這樣做 社區音樂是否要這樣做 流行和藝術是否可以並存 譬如選擇去問問題 繼續問問題 就算不是一天有答案 我都會繼續問 因為我相信問答的過程 就是人生的一部分 是否有了 我們是否會有很多信心 是否會變成一部分 都會有很多信心 那是否有很多信心 是否有些信心